针对少年深夜标摩托发生三命案件 有死者家属称儿子没有参与非法标摩托活动 警方将对此进行彻底调查 柔佛州总警长拿督卡玛鲁扎曼表示 警方将对家属声称他们的孩子 没有参与标车活动的说法展开调查 他指出事发地点位于巴西古当马赛城 德里马路因为没有障碍物 是标摩托车手的热点之一 他说摩托车手将利用无障碍的便利 进行非法超速比赛 这起事故是由未成年少年 应一时好玩而标摩托造成的 同时他建议未成年人 不要在高速公路上危险驾驶 这不仅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 还会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 尤其是开斋节期间 路上的车辆会比较多 所以要小心 对于外界的各种谣言和谣言 警方将进行全面调查 协助遇难者家属讨回公道 事故发生后 其中一名16岁死者的母亲 莉莉诺伊亚娜 40岁 事发当晚 其儿子穆哈默亚当驾驶本田 EX5型号摩托载 送友人凯鲁 从商店返回 位于马沈城的住家 他称 儿子与友人在途中 遇上非法标摩托党徒 发生意外后 双双丧命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 其长子不曾参与 任何类似标摩多的活动 一党解密 Paisleek 课题让巫统内部出现鬼打鬼现象 持续发酱 安努亚穆沙以不点名方式回回 呛阿莫扎西 别笑里藏刀 阿莫扎西 昨日在面子书发文 怒斥安努亚穆 有关无需大肆渲染 依党解密的言论 认为后者应该门星自问 看清事情的严重性 安努亚穆沙反问对方 若门星自问认清事实 那么一些人也应该有所克制 别话里有话 笑里藏刀 他今天在脸书上 发表了两篇长文指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 表达对党的忠诚 没有人可以质疑这一点 这对党忠诚 是个有趣的课题 很难不发现有人 以政党为借口攻击别人 但是党务不应该 被当作私事处理 不听党的指示 不尊重党最高领导的意愿 撒谎 都是对党的不忠行为 当有人质疑一个 将大半辈子奉献给党的人 对巫统的忠诚度 这不是正确的决定 这个人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何必提出各种质疑 笑里藏刀 这真的没必要 安努亚穆沙 他在另一篇贴文说 政治世界里充斥各种欲望和贪念 在政坛久了 一些人的胃口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想要狮子开大口 他强调 他的政治理念始终没变 更不会盲目崇拜一个组织或一个人 对的事情也一定会支持到底 不对的会直说 绝不拐弯抹角 到底是谁在指桑骂怀 大家心里有数 与拉斐兹一同竞选 熟理主席的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塞夫丁 有信心能够取胜 塞夫丁信心满满地指出 从公正党党员们的肢体语言 以告知对他的支持 让他有望重选熟理主席 塞夫丁指出 凭借他多年的政治经验 他可以解读 在巡回造势活动中 党员们的表情和肢体语言 他不否认其对手拉斐兹 对公正党的贡献 但希望党员 在党选中以敬爱拉斐兹 但票投给塞夫丁的心态 进行投票 公正力量代表16名区部主席 该阵营由根底要区部主席 拿督桑卡拉善所领导 并在活动中宣布支持塞夫丁及其团队 角逐党中央高职 塞夫丁还提醒党员 不要因为党选而失去和气 以免影响公正党筹备第15届大选工作 我从政20多年 我认为这些内部斗争很正常 但最终我们仍然能够做下来解决发生的事情 他强调 公正党是坚持和执行健康民主程序的政党 但必须有底线 不能破坏党的团结 我们以时间不多 在党选后就要立即整个党 全力备战大选 一切以赢得大选及重新执政为目标 塞夫丁也相信西蒙 能够与明星党双方依据个案方式进行合作 如早前双方在反跳槽法令的合作 针对近来有领袖建议与土团党或国盟合作 塞夫丁重申 这是西蒙去年在波德森进行的西蒙全国领袖 干训营所达成的共识 我们西蒙无法保证能单独执政 所以我们认为有需要打开门户 我们没指明任何政党 我们说我们会开放 与任何同意我们原则和政策的政党洽谈 他说 在该共识下 西蒙将会开放心态 探讨与任何政党合作的可能性 在强化西蒙的前提下 与任何一方进行洽谈 优优独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